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赵艾说他自己对那份遗嘱并不知情 这就是我今天约你出来的原因 赵艾在说谎 你想 孙茂先生如果没有赵艾前行 王妍的姓名和身份信息 怎么会出现在遗嘱证明人的位置是 那你又是怎么拿到这张照片的呢 孙宁为了遗产的事 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 他的秘书和助理都在收集 赵艾获取遗产的不利证据 看来孙宁也是对这个遗产势在必得呀 赵艾也一样 听说你最近一直在催促唐警官 要他赶紧破案 所以啊 唐警官现在都不爱接我电话了 我很好奇 为什么你对这个案件这么伤心 甚至主动约我来提供线索 很简单 处理完孙茂先生的遗产交接 我也可以得到一笔相应的佣金 这个世界谁不安全 赵艾口头上说不愿意继承遗产 但把钱真判给他 谁会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人的欲望不可挑战 看来你已经偏向孙宁这方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说过 我不太喜欢示弱这种武器 赵艾的深情和高解 让我觉得非常不舒服 不过孙宁的境况也不是很乐观的 这张照片可以传给我吗 当然 刘毅律师明显抱着看戏的态度 目的不扯 我早就查就到了 所以之前她打电话我一直不接 没想到她会查上你 对了 你是怎么看待这条线索的 我并不觉得这是一条线索 这只是他们法庭上唇枪舌战的道具罢了 不过呢我最近倒是常想起来 你跟我说过的一句话 什么话 从生活的横截面上来看 人人都和钱有关 孙茂的死和孙茂的巨额遗产 会不会只是生活横截面那两个断口 我的意思是指它只是表层现象 其实中间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关联 你这是在推翻作案动机 你想啊 孙茂呢买了苹果 但是也买了其他的东西 她去了孙茂家 为了谈借钱呢遇到了赵爱 然后三个人不欢而散 孙茂回了家 赵爱回了家 只剩下孙茂一个人在家 她会不会吃苹果 会不会正好吃到那个有毒的苹果 有毒的苹果会不会赵爱吃了 或者孙茂自己不小心吃了 这其中的变量啊实在是太大 她本来是一个稀松平常的日常事件 却因为孙茂的中毒事件 造成了其中某个环节的谋杀意义 那你是怎么解释孙茂包里的轻化奖 还有你说她是一个日常事件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就有人故意投毒释放恶意呢 哎 是不是觉得我说得特别有道理 这孙茂来VIA干什么呢 她日常上标注的是 沟通一己工商赔偿案 哦 应该是前阵子有个扫地阿姨 在上班的时候 贫血晕倒了 结果摔断了胳膊 听说她的主管见她是个临时工 不仅没照过 还在她住院的时候 以务工为由把她开除了 这事闹得沸沸沸沸沸的 这个人这么坏啊 那后来呢 呃 似乎是对方请了律师来 呃 这事才传到上面 进行了赔偿 把主管撤职了 真没想到我妈还接这种官司 我一直以为她只替有钱人说话 那VY的管理层处理得很好啊 这么一看 唐风大哥更帅了 帅什么呀 还不是怕把事闹大了 哎 找到了 就这儿 这个人是谁 有没有别的摄像头拍到他 调出来看一下 有 王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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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认识他 怎么会是他 你先送他回去吧 不要跟任何人说这件事 剩下的 就交给我们警方吧 好 好 原来王淼家以前是化工厂 化工厂 好 英荣化工 五年前因工人操作不善 夜间发生火灾及小型爆炸 经理王淼等四人罹难 这个王淼就是王淼的父亲 我记得这件事 当时闹得很厉害 周围的居民都说工厂造成了污染 要求赔偿 原来他就是王淼的家 还记得超市的那个经理王正道吗 记得 他是王淼的二叔 王淼家出事后 他是给王淼一份超市的工作 其他的他就什么都不管了 难道说他知道孙宁和王正道的关系吗 如果工厂就在他们家的后面 你怎么不吃大东西啊 吃饱了 那些猫 什么猫 那次我们从他家里问话出来之后 就没有再听到猫叫了 他把那些猫也堵死了